吴林朗 吴云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6月7号的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主播高双双 先一开始先带大家来关心这一波的疫情的状况了 那么端午联假是即将到来 疫情仍然处于高峰 不少人就会担心这一波的返乡潮会造成破口 那么中央流行指挥中心呢 也呼吁民众要避免跨区的移动 那花联县长徐政卫也向中央喊话 希望端午联假是停止铁公路的运输 不过花联县也会在花联车站以及玉里火车站 还有花联的卫生所来提供快筛服务 就希望能够守住这一波的疫情防线 新闻肺炎疫情延烧 全国7号本土确诊打211人 26人死亡 疫情指挥中心决定延长三级防疫警戒到28号 各级学生统统在家里上课放暑假 花联疫情逐渐趋缓 连续三天零确诊 新闻呼吁端午联系假期停止铁公路交通运输 疫苗事打全国同步 他强调延假将会在花联玉里火车站 增设快筛站邀请所有进来的旅客来快筛 不必守住疫情 我们就呼吁中央 端午联休停止铁公路的交通运输 端午联假停止铁公路的交通运输 为什么 呼吁中央 而且请中央一定要尊重 两千三百万人所有的权益 所以请中央疫苗施打的对象 全国同步 对于如果中央没有停止铁公路运输的话 我们所做的对策 第一个在花莲火车站以及玉里火车站 我们端午联休五六日一 六月十一号十二号十三号十四号 四天都会在花莲火车站玉里火车站 设立我们的筛检站 进到花莲的我们的家人或者是旅客 我们都邀请大家来免费快筛 保护你的健康 保护花莲的安全 我们大家一起来 另外对于我们远从远方回来自驾车的游客或旅客 我们也希望透过我们的预约 在我们的花莲市卫生所 四天也会为大家来快筛 请大家告诉大家 也遵守 遵守花莲县政府 我们的呼吁也要拜托大家 因为现在我们真的希望 大家把自己的健康以及防疫做好 铁园学会表示 近年来有诈骗集团刺激而动 会掀起一颗口罩降低民众戒心 再要求民众回拨电话 进行诈骗行为 已经有不少民众接到诈骗的包裹 他已经交由花莲县警局接手侦办 务必在短时间之内破获灾运集团 他也强调灾运集团在防疫期间趁虚而入 集方一定会加强作为 觉得终于化作为 FTFT 好